最近IDLV捐决定参演 体位影原创电视剧《成人练习生》 在13日公开刺激想象力的 两种后房主力红色预告海报 却引来网友的担心 《成人练习生》讲述了 首先被身体覆盖的十多岁 青少年血气旺盛的粉红色喜剧 从陷入自卫中肚子灾民 与男友开始危险越轨的儒教女孩 Vira 体重过重的母胎单身 寻找纳恩的泼辣男友等 度过粗鲁季节的18岁 脸红的青春们的苦恼和爱情 引起了Z时代们的共鸣 IDLV捐暂时不知道饰演什么角色 不过网友们觉得 让IDL出演这种题材的电视剧 非常不适应 特别是网友担心 V捐出演后会遭受到性骚扰留言 所以网友对于V捐出演这个电视剧 持反对声音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只是演戏而已 只要制作组把那些场面好好处理 根本不是问题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总之 虽然有些人认为 这种类型的电视剧 可能与广受欢迎的 他作为女性偶像 出演并不妥当的态度 并批评卡普舆论 网友表示 这不是19G 应该就是单纯谈论青少年的性问题 所以你们为什么要为保守而大惊小怪 他们不会有性爱场面 我认为是时候发布一些 可以性教育的东西了 还有网友表示 如果V捐不想拍 公司就不能强迫他 他大概是有自己的想法选择了 为什么这种人责怪公司 当学校欺凌事件出现时 他们也指责公司 也有网友表示担忧 如果年轻的青少年们模仿他 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感觉他们正在制作这部垃圾剧 来复制90flix上 19进电视剧的氛围 目前该剧正在拍摄中 在线社区还发布了 正在拍摄的幕后花絮 将于11月在TV播出 IDLE曹薇娟 为Club娱乐旗下团队 IDLE担任主唱 近日还参与了SJ东海推出的新曲 California Love 收录曲 Blue Moon 则由薇娟参与Fetri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薇娟在出道前 曾是Blackpink的预备练习生 大约在2016年 Blackpink出道时 宣布将原本计划的9人成员 减少到现在的4人 原本有9名成员 但梁炫熙在2年前突然改变计划 先出道4名成员 但剩下的5名练习生还在YG Blackpink被认为是先遣队 在这5名没有以Blackpink成员身份出道的成员中 薇娟就是其中的练习生 不过现在以IDLE成员身份出道 预计以Blackpink一起出道的YG前练习生5年 在Carbon Entertainment旗下IDLE出道 薇娟和过去Blackpink成员的照片也被曝光过 能看出他们的关系也相当亲密 尽管他没有与Blackpink出道的原因 目前还不清楚 有传言说 他曾经和Max March的郑振欣 一起去日本被发现 然后被要求离开了 但不过薇娟与Blackpink成员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之前他在广播节目中透露 他出道时还收到了他们的祝贺短信 不过现在 作为IDLE成员 出道的他也很不错 对此 大家对薇娟出演的这部电视剧 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